老人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转发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打赏 来这里呢 昨天的法广全文刊登的 美国山医学院的经济系的龙雄教授 他是在7月27号 在未来中国向何处去的国际研讨会上发言 他用了一个很醒目的标题 做了一个定论 被党国体制绑架了中国经济 正失去百年不遇的现代化的机会 他比李时宜比伟达说的还尖锐 他认为呢 首先呢第一点 中国经济增速正在急剧的趋缓 他认为有两个很根本的原因 随着对超级全球化的换变 经济全球化的龙井不在 各国对经济全球化 即不分制度意识形态 加深和加广国际分工所带来的风险 变得一律重重 分分改用价值和社会经济制度 是否同类 作为抱团取缆 深化分工 加深依赖的主要的考虑 也就是经济的全球化 现在正在向独裁联盟 和民主联盟为标志的阵营化 对变 地缘政治地缘经济 阵营化 这个概念已经不断的被提起了 那么低端的贸易 还在夸阵营进行 算是超级全球化的残留的痕迹 也是本市集的 这一次的冷战或新冷战 有别于上个市集的那一次 但特别强调 以尖端芯片和高级AI技术为代表 这些通往未来世界的最重要的钥匙 已经在对独裁国家的禁运名当善 贺兰列为首位 高科技的全面脱钩是在必行 本来一直被虚情假意 掩盖的对全球化的终极愿景的根本分歧 现在图穷必见 领导的第二个是经地体的中共 已经向世界声明 他们要回到共产党先言的目标 要建立党国体制 消灭石油制 这个会不会有点武断 但是好像也有这个表象 面对抱有如此初衷 和最终目的的对手 因为发达市场经济国家 自然就放弃了和平演变的幻想 不会再继续一厢情愿的假装糊涂 愚蠢的帮助缔造 一个旨在消灭自身制度的强大帝国 发达国家可能痛苦地意识到 党国体制虽然没有办法造福广大人民民众 却可以把广大民众的福祉 压在最低的生存线上 集中余下的财力物力 通过产业政策和管控 单边穷尽规模 报仇递争的争议 以便扩军备战 夺取世界的主导权 实现共产主义 共产党宣言的宏伟目标 这是Wina 是不是符合事实 大家可以想一想 除了以对中国这种单边做法的担心 发达国家 正在对中国减少单边开放市场的科技 市场和科技都说起来 中国自己又拒绝 尽快发育出要素的市场 等于拒绝了彻底的市场导向的改革 因为是否存在充分发育的要素市场 是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部分和主要的特征 这两个因素 一个不忘初心 一个没有成熟的市场导向的改革 就让中国一度令人炫目的高速增长 不见了中年 包括发达国家元首在内的高棚满座 共襄盛起的宏伟的景象 成了往日的注意 这次的成都大运会就能看得出来 亚非拉的穷兄弟 虽然脸上还挂着笑脸 手中的几个长长的强求援助的清单 随时从朋友变成敌人 一带一路在台高筑 暴露了浩大喜功 打肿脸充半者的传统 几乎每个项目的切花 科学的可行性研究 让很多有识知识感到担心 一带一路是不是可以持久 中共的这个充满企图性的跨国工程 是不是会成为14亿中国人的沉重负担 以及参与国的债务现象 这个呢是否定了一带一路 那么好了 农民工原本献住的青春岁月之后 打工的所在城市 也许会善待他们的晚年 但至少会善待他们的后代 但是这些城市继续拒绝 他们安家落户 拒绝让他们成为正式的市民 实现家庭团聚的美梦 关键现在是雪像加霜 着外企的陆续撤离 民企面临党国体制的蛮人收编 现在也变得气息炎炎 灰头土脸 农民工的就业前景变得十分黯淡 这群中国奇迹的创造者 在党国体制下 原本不过是内定的 被驱赶回向了低端人口 令人气绝的是 他们的后代 是不是还要布置这后城 进城出卖体力 也是未定之天 所以他所谓的改革开放 会使一代比一代的日子 过得更美好 最起码的愿望 他认为对农民工这个层面来讲 是一阵空梦 官方现在媒体开始把发达国家的民众描绘成 正在饥寒交迫 苦苦挣扎 是会想使中国民众 至少感到生活在党国的一时幸运 不过同时 官媒要求民众对未来的惊涛 害浪和艰苦日子 做最坏的思想准备 让人感到恶难 这也许官媒好不容易说出来几句老实话 值得认真的对待 说明中国的经济前景的确不妙 到了官媒不得不说真话的程度 本来是各大城市抢夺对象的 应届毕业生和小白领 由于这个本国的科技缺化创新活力 国外的科技创新源头 因为逐渐的卡断 产业没办法升级换代 后来的国家又再纷纷追赶上来 中国自身不上不下 两头受急 所谓的一支独秀 成为昨日黄花 那么好了 为了阻止中国向民主自由发展 进前进 损害党的垄断权力 要不惜跟全世界翻脸 在这样一个严峻的就业形势下 许多人毕业去实业 窝在家里啃老 实际的家庭的生活水平的下降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已经显示不出活力四世 青春奴火的磅礴的朝气 而是选择放弃内卷 彻底躺平 很多人就悲壮的做了最后一代的打算 更重要的一个龙黑的阴影 笼罩了中国经济 那就是巨大的房地产的泡沫 和沉重的地方债务 两个不定时炸弹 万一引爆中国来自世界 就会拖下金融危机的声音 连美国都感到忧心中重 黄产泡沫带来的财务范节一旦破灭 中产阶级会逆来顺受 接受生活无浊的悲惨的命运 还是加入农民工的行列 构成对中共当局巨大的挑战 他想的太多 那么现在来讲 满天都是安全安全安全 安全国家安全 称的最常用的指挥 说明了不过是短短十几年 第一个自称已经进入千年盛世的厉害国 为了安全两个字 变得如此惶惶不可终日 恍如隔世 这是第一点 两个因素的叠加 第二点 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 有它的主要的标志 那么中国至少在过去几十年 没有像俄罗斯这样穷军独武 一直专注于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 一项证明 中国的崛起一定是和平的 但是为什么中国和发达国家 一定要走上缓目为筹的路呢 这说明了发展经济的目的 很重要 要持久的世界和平和繁荣 发展经济的目的绝不是为了有一天要解放前人类 我证明某种主义是宇宙真理 或某个政党是伟光正 或者某个领袖可以不顾本国民众的幸福 去充当世界的英明领袖 发展经济的目的 是让全体的国人的生活不断改善 让他们的下一代不断的加上更加人道文明公正 公平和富裕的生活 享受更多的自由和民主权利 能够分享人类一切文明和科技成果 他说发展中的国家牢记 他们起点很低 人口大部分的传统小龙 生活以极端的贫困落后愚昧之中 这样的国家判断自己的经济发展 能不能走上正途还是走上邪路 不在于反帝反殖民地的口号 如何响策营销 也不在虚秒 虚无缥秒的反对私有实现公有 实现共同富裕的口号 这乌托邦的承诺没什么用 他认为实际上当今的世界 已经不是反帝反殖的时代 那个反帝反殖的时代 随着联合国宪章的签立 因为殖民地已经全部独立 全部结束了 当今的世界要关注是 如何让自己本国广大的小龙人口 获得市民的同等权利 使他们能够自愿脱离 效力低下的小龙经济 加入到了高效力的 现代化的生活生产方式中 所以这样才叫做现代化 第一 两个弥合 必须缩小和弥合 本国的城市人口 发达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 第二 本国的农村人口 能够逐渐缩小 乃是弥合本国城市人口 之间的收入鸿沟 这两个弥合的实现 是发展中国家 实现经济学意义上的 现代化的主要标志 他谈到了中国 中国在过去的几十年的 高速增长 其实本质上是依靠市场的机制 和平的参与到国际分工中的结果 那么可疑于人 由于俄罗斯拒绝深化市场 导向的改革 反而不听各国的忠告 走向了征服殖民的老路 必将加速俄罗斯的衰败和没落 而由于中央计划经济 在所有国家的惨败 各国也只能借助市场机制的配置和引导 中国也不能例外 第三 来自中国正面反面的教育和经验 反面的教育大家知道 前三十年 中国沦为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 以世界各国的收入和技术差距越来越大 作为现代化 主要标志的城市化 甚至变成倒退 前三十年对中国百姓的来说是计划经济的浩街是失败 由于这样这个党国体制之下的计划经济失败 所以才会有1978年完全不一样的改革开放 结果呢就是刚开始走的是兰斯拉夫的混合经济的道路 但是兰斯拉夫自己都抛弃的叫死不痛 90年代他开始真正走向80年代的市场导向的改革道路 这个当然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让中国变成了世界工厂 关键是这种供给的能力 不是盲目形成的 中国没有发育出药素市场 但世界上存在药素市场 通过世界价市场的价格导引了中国生产药素的重新的配置 满足世界市场上由于各国单边开放带来的需求 尤其是中国加入了WTO之后 欧美日市场没有要求中国对等开放自己的市场 现在看是错误 他认为是中国陷入了杨小凯生前警告过的后发烈士之中 那么中国就没有再做进一步的关键性的制度改革 能就能够坐收全球化的红利 这就是为什么80年代开始 中国每年的GDP平均都在百分之九以上 有时甚至的高达百分之十几的原因 所以呢 中国后面的这个做法就是当代的一个奇迹 第四点 全球化的倒退 要素市场发育的受尽 让中国百年未有的现代化良机正在远远的离去 中国所拥有巨大的过剩能口 却有极度恶化的生态 各项最主要的人均资源占有力也极度的贫瘠 这说明中国如果离开世界 离开发达国家的巨大市场 离开发达国家的科技活力 要想主要依靠内循环 它的现代化的实现是不可能的 对中国经济增速逐渐下降 十年前经济学家已经有共学 只是没有进一步的市场化的改革 和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 允许中国经济进步融入全球经济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一定会遇到很多平静而没办法持续 这意味着 如果沿着市场导向的改革开放的路子走下去 世界本来会欢迎中国尽快发育出要素市场 欢迎中国以自身健全的市场机制 继续深化跟全世界各国的分工合作 让中国经济的增长在相当长的时间 维持一定的速度 但是现在也看不到 这种百年未有的机会 已经被一个政党的自私和贪婪所断送 自从中国进入了以重新大力建立 党国体制为特征的新时代之后 经济的增长率一路走低 目前也降到5%以下 因为强硬谋求党国体制的进一步加护 中国和几乎所有奉行民主机制的发达国家的关系 变得越来越疏远 如果不是对立的话 就疏远 在党国体制下 用共产党先言的理论作为仿制 扼杀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 尽快发育出要素市场的可能性 那好了在没有要素市场的决定配置资源的情况下 名义上是政府在做决定性的资源配置 实际上 由于强调党领导一切资源的决定性的配置 变成了党的特权 是为党的战略目标服务 而不是在改善民众的生活 尤其中下阶层的福利 由于没有市场的供求 双方产生了均衡价格的信号 党对资源的配置只能是瞎指挥 全贫随意性心血来潮 所以新时代不过是把九龙治水 正处多门变成定义一尊而已 但现在又出现朝令夕改 前后矛盾 根本没有任何制衡 唯有惨媚和凤盈 可预见只有党国体制的 继续配置主宰资源 不但中国的城市中产阶级 和发达国家的收入 没办法弥合 由于城市化的概率全面倒退 农民工和广大农民的收入 也没办法提高 城乡收入的鸿沟继续过大 这两个弥合没办法实现 中国百年未有的 全面现代化的机会 一定离中国而越来越远 这里面痛心疾首说了一些很硬的话 再一次看到党的利益和人民利益的 赤楼楼的背影 发育的要素市场 必然会使党在经济活动中 寻租的权力越来越小 而针对党的瞎指挥 导致的市场是 连侵害企业和民众利益的追责 会越来越严厉 党在资源配置中越来越显得多余 显得有害 好了 随着要素市场的充分发挥 随着党干扰经济破坏市场的 真面目的暴露 他认为这个党 必然要被人民和企业所唾弃 最终可能会彻底的边缘化 本来这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好事 对人民的幸福来说也是好事 但是 就以强大的党一心追求 凌加于法律和宪法之上 享受特权的党来说 是不会甘心的 因此为了执政的安全 中共的里面的强硬派 只能强行扼杀 要素市场的发育 改革开放的导致 那么现在又出台31条 这个乱七八 这个种跳失 好话说尽 在回避了一系列要害的问题 这个问题就一句话 中共究竟 让不让要素市场发育出来 究竟让不让民企享有 国企的同等待遇 对于为了让国企做大做强 而不惜动用国库 给他们各种各样的优惠和特权 民营企业能不能 同等的自动的享受 经济的增长和收入的分配 决定性作用 能不能还给的市场 他认为 不能 难怪 他31条完全回避这一点 所以他认为中国现在 经济遇到了一个 要不要让要素市场 发育的死结 只要这个死结 没办法解决 中国就没有办法实现 两个弥合 没办法实现 把广大农民农民工包含在内的全面现代化 他已经意识到 执政党的志向 这种意义上的现代化 已经变得遥不可及 正是推出所谓的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神话 没办法 他只能从幻灵化概念 所以呢 文官也很悲观 这个中国式的现代化 就像当年的人民公社的道路 后来的农村工业化的道路 以及再后的华西村 南街村道路一样 不管一时被吹得如何天花乱坠 都已经破产 中国式的现代化 的道路 看来是一个自圆其说 反市场 反宪政民主的笑话 因此可能会用这样的方式带入 人类的史册 他对现在的施政理念 基本是采取否定的态度 从要素之上 两个民和 从市场化 从政治经济体制改革 对民企 我想他有他的要点 也提出一些很要害的问题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老杨有阶段 对民企 好好换 老杨的 物费